3月11号消息 据报道 刘德华1月17号在泰国拍广告 不慎坠马受伤 19号急送香港养合医院住院治疗50天 3月10号终于出院 华仔第一时间在官网晒出院照 向粉丝报平安 透露于听医生说 你可以回家了 兴奋的想跳起来报医生 可惜他的颈椎及盆骨还未完全复原 做不到如此激烈的动作 但强调很快就可以自己站起来 估计他近两个月来住高级病房 及医疗杂费 总花费约808万元台币 约合人民币179万 索性厂商投保16亿元 约合3.5亿人民币 保险可以给付 华仔昨带着与入院同顶黑色棒球帽出院 眉心有一小道伤疤 但精神相当不错 住院期间 爱妻朱丽倩送女儿上学后 都会搭车走医院特殊通道 到病房照顾华仔 据悉 他仍需进行复健至少半年 但他强调 相信我我很快就可以自己站起来 刘德华在官网留言 我回家了 昨天做了一天体检 傍晚检查结果出来 我在病房安静地坐在轮椅上 听医生解释 我什么都没听见 一直到他说 你可以回家了 我差点跳起来抱抱医生 可惜我当时能力做不到 亲爱的家人 知粉丝 我盆骨骨折 愈合情况理想 脊椎骨链 做骨神经系统 肌肉与跟腱拉伤等 意义慢慢修复 一切都开始晴天 雾年 火車 着浮误